作为C罗在黄马队内公开的第一好友 马赛洛在总谈离队之后 也是在INS上发表了一篇感人的祝福 而且对冲选择的日子也比较特别 7月12日正是两人的球机号码 值得一提的是 随后马赛洛关注了尤文图斯的官方账号 并且在欢迎C罗的消息下点了赞 这也引发了不少球迷 关于两人在斑马军团再聚首的可能性 近日上战世界备驾机中的巴基人 提前回到了马德里 不少媒体猜测此举可能与转会有关 据悉尤文方面为了马赛洛甚至愿意的交易中 加入阿兰士桑德罗 不过刚刚正是在伯纳乌亮相的维尼修斯 却给大家泼了一盆凉水 这位19岁天才在接受黄马官方的采访中透露 马赛洛对自己表示 希望永远不离开黄马 留在这支伟大的球队 结合起黄马愿意在新赛季 让另一位左后卫特奥出界离队 看来蓬蓬短期内是不会去游文找C罗开瓶盖的 只是未来就不一定了 马赛洛已经年满30 而此前劳尔、卡西、古蒂、C罗都表示过希望中老黄马 简易使用 西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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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西长